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剧里遇到了邓杰 后来两人结婚 但是直到现在 两人都没有生下爱的结晶 据说张国立在婚前已经跟邓杰商量好 两人婚后暂时不打算再要孩子 因为当时的前妻留下的儿子张默还很小 因为离婚对孩子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阴影 而张国立担心再跟邓杰育有孩子可能会忽略张默 所以她还是想跟邓杰一起让儿子有完整健全的家 但是长大后的张默并没有体会到一位老父亲的两口用心 起初被媒体曝光拨打女友 后期又被曝沾染毒品 所以在娱乐圈张默基本就是被毁了 为了这个儿子 张国立操碎了心 也只换来一生的痛 张国立认了两个干女儿 一位名叫韩雨晴 韩雨晴其实也是圈内人 但是她饰演的角色都不怎么出名 所以可能大家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事业上韩雨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但是在干爹张国立的帮助下 韩雨晴有一个出色的老公陈英杰 陈英杰是达夫女总裁 陈家也算是名副其实的豪门 还有一位周比畅 周比畅还是比较出名的 凭借一副天赐的好嗓子 在隔坛占了以席之地 而且涉及了很多领域都还比较成功 所以说比比算是张国立孩子 里面发展的最好的一位了 其实据小道消息 张国立还妻子还一起领养了一个女儿 具体的情况小编暂时无从得知 但是邓杰真的是一位好老婆 为了老公这一生没有再生子 娱乐圈里面这种妻子特别少了 祝福他们夫妻俩 也希望张国立老师的身体一直健康 事业顺利 张国立老师这一生都奉献给了观众 现在她的年纪虽然大了 可在观众的心里 张国立的地位还是居高不下的 也希望张国立老师的身体健康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